警方国安署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之前提交收入成员等资料 支联会说警方要求无理表明不会配合 支联会又说今个月底将会召开会员大会就解散议案表决 警方国安署上个月25号去信支联会多个常委 说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属于外国代理人 要求在今个星期二之前提供成员资料、会议纪录等等 在死线之前两天支联会召开记者会表明拒绝配合警方要求 说警方国安署的信件中没有说明涉及什么国安罪行 也没有说清代理哪个国家或组织 又说要求呈交的资料由创会当年起计算 应用于鱼翁杀网式的手证批评警方濫权和不合理 也都违反自然公义原则 如果说与外国组织接触就叫做外国代理人 全世界都是外国代理人的了 如果你硬要说支联会是一个代理人的话 我们在代理的是人民的良知 不是任何国家的利益 而且国安署想透过逼迫公民社会的团体 去交出大量资料 令所有公民社会网络里面的人处于恐惧之中 我们在这里就清楚表达 你们的恐吓到我们为止 对于支联会解散与否 支联会话常委会经过多次商讨 都未能够达一次决定 只是过半数通过将解散议案 交给会员大会在今个月25号表决 看到他用这个吹风的方式 是成功令到很多公民社会的力量都消散了 令到很多的议员又辞职了 不想他见到这种状态继续 都一直是象征着良知和抵抗的灯塔之一 鼓舞着无论是国内外 继续是争取民主的抗争者们 所以我们认为支联会的存亡 也不应该是一个闭门的讨论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大众都可以参与这个讨论 根据会将会员大会需要最少20人出席 并且达到75%出席的会员同意才可以解散 被问到如果七个常委在会员大会之前 已经被警方拘捕可以怎样处理 他们就说会员可以在当日去投票 选一个人出来主持大会 他们又说如果会员决定解散支联会 会表示尊重如果议案未获得通过 就会继续支联会的工作 武士远事记者刘俊玉报道